今天来个兰娃洗个澡 洗澡之前要把指甲剪了 不然他抓着就很痛很痛 就这样 他很听话 他不会乱动 然后乱动的话 我就叫他别动 他就不会动了 他真的很怪 然后老老实实的 好了 真的很怪 没有哪只小老鼠会逃得过洗澡 你也不例外 先给他全身打湿 但是耳朵不能进水 就这样给他脑袋提起来就可以了 几点数数专用的沐浴露吧 这个沐浴露真的很香 然后可以去他们身上的油 还有他们身上有那个黄色的东西 来听一下沉浸式搓澡吧 你们老实说我们兰娃尾巴看起来很脏 其实他有洗的 每次洗澡兰娃碰水 他就要乱动 但是还好啦 我们兰娃可是个乖宝宝 洗澡都不会拉巧克力豆 看 真乖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那就 呃 再下去洗洗吧 我们兰娃才不是什么下水盗老鼠呢 我们兰娃可是乖宝宝 洗完擦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太热了 太等一下就干了 别看我们兰娃这么窝囊 还不是因为饼饼 吃之前也要转几个圈来看一下 不然脑袋就退化了 再说一遍 我们兰娃不是老鼠 不是老鼠 是煤气罐 煤气罐 好